有的人戴口罩,有的人没戴口罩啊 就是这么一种样子 这边 按说这边的物资也算比较丰富 也没看到有抢购的呀 对吧,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人买了不少水吗 我走这个路好像逆行啊有点 现在估计他已经 Costco 补货已经补得差不多了 我记得 旧金山封城第一天的时候 Costco那天好多都 都好多吃的好像都卖光了 但是现在看好像似乎 没什么事啊 现在看似乎还有不少吃的 过了 后来 估计他补的货啊 对吧 你看Costco这边又 定算是恢复了物资供应吧 因为看到 美国这边 特别多的那个大货车 一辆接一辆的就有感觉 对吧 美国这边 有好多农场 然后粮食的产量也很丰富 所以即便是 短期内这个货没有 它也是暂时性的啊 应该也不用担心 你看现在有些老美已经戴口罩了 他们从最初 不戴口罩 现在已经戴口罩了 没什么事 应该好像 也没没什么事啊 就是并不是太 啊 这个他到里面去 到冰柜里面去拿东西去了 这边是饮料 今天应该 看不到限量供应的这个 料签了吧 它的卫生纸还有吗 不过这个区域 好像不是卫生纸 这个区域是饮料什么的 应该也没事的 这边 应该没事的啊 然后这边是Dairy Dairy是奶制品 奶制品 这个屋里会有点凉 进了这个屋之后要预防感冒 这边很容易感冒的 哇好凉爽 好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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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奶 Organic Milk 有个大冷库啊 这里有一次我就是 在进入这样的 凉污渍感冒了 打了一个冷战 然后你看这鸡蛋 也挺多对吧 Organic X 有机蛋 有机鸡蛋 应该不用太担心啊 他也写着Limit of 1X 每个人现买一包吗 啊 但是应该不用担心 数量吧 数量应该挺多的啊 不用担心 鸡蛋还是挺多的啊 水现在也恢复供应了 这个水 对吧 一多一多的水 也运过来了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了 美国人这么少 物资又这么多 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 看他们买水也是成乡的买 新的限制水 带箭的箭头都是五个 什么五个 所有其他的一个 它是分品牌做出的这个限制 箭头的 是每个人现个五件 KS16.9欧姿的 每个人现买五件 所有其他品牌的是一件 你可以买每一个品牌 你可以买每一个品牌啊 就是 这边也是 应该 没问题 看他们在购买水啊 这应该是夫妻俩 讲着西班牙语啊 在一件件往上搬水呢 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 这水 你看这个数量 就应该不用担心了 就没有问题 这个老美买了这么多水 五件吧 好像是五件买了 一大车水啊 今天的卫生纸是不是恢复供应咯 一会看一下卫生纸一会儿 这边写的是Fresh Produce也是一个冷库 这里面都是葡萄辣 或者这种水果需要冷藏保鲜的这些水果 你看这边的华人一般都戴着口罩 对 这种需要冷藏保鲜的水果 各种的这种是 切好的这种黄桃块好像是 还有这种切好的这种草莓哈密瓜什么的 就是说已经洗干净了 切好的 必须这样冷藏保鲜的 还有这种椰枣 这种大枣 是中东那边生产的大枣 还有蘑菇 这种圆圆的蘑菇 还有这种彩椒 这种彩椒 菜花 还有这种切好的豆角 胡萝卜什么的 因为这种已经切好的菜 如果不把它冷藏保鲜 的话很快就黑了吧 应该是 蔬菜盘这个写的是 蔬菜盘里边有西红柿什么的 他们说的好像不是普通话 听不太懂 还是中国的方言 或者东南亚的什么语言吗 买了好多菜 所以亚洲人的体格也是真的比较瘦弱 需要锻炼 加营养锻炼 我也比较瘦 但是还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瘦的 有那种特别特别瘦的 瘦的皮包骨头 有的瘦的 你看它这个写的是蔬菜盘 vegetable tree 蔬菜盘里边有青椒 豆角 菜花 还有胡萝卜 大体是买回去之后直接就可以炒了 用水过一下就可以炒了 cellary sticks 芹菜棍 芹菜的梗 这个是 芹菜的梗 然后这边是玉米 这边是 这边是火龙果 有红的还有黄的 这种黄的不是火龙果 这个黄的叫什么 yellow dragon 黄的龙果 黄龙果 yellow dragon fruit 是火龙果 只不过有红的 你看这有 dragon fruit 龙果 龙果 还有黄色的龙果 还有什么黑莓什么的 还有各种菜叶啊 那种绿叶菜这种的 所以现在Costco应该是没有在封城的第一天那种大家有点慌乱的景象了 现在你看大家都有点有条不紊的在这边购物啊对吧 有一些老外在买好多水 你看这边的鸡肉又有了原来这个鸡肉这个货架都是空的啊 现在你看又有了 然后其他肉类呢又恢复了供应啊 你看大批量的肉又上货了上货了啊 它不单是Costco这边赚钱可能估计也是美国这边它国家的这种需要吧 要让民众避免这种恐慌啊 也是让大家有信心消费啊什么的 但是个别的货架也有空的 个别的 个别的有空的啊 但是整体来说不用担心了 整体来说都已经是吧 这个肉什么的都恢复供应了啊 是吧应该不用担心了啊这样的 哇这个老美这个深深的纹身 老美这个体格也是不怕动啊他们 这边是chocolate cake巧克力蛋糕 两磅的巧克力什么什么不太懂黄油奶油 这里边是生产车间工人在里面烤面包工人 透明的这样的玻璃窗 以前微信群有朋友发的视频 一个黑人女子也是做那种小糕点的 他拿嘴吹那个纸牌啊吹一下 把那个纸牌给他分开那种小纸碗那种的 都挪在一起嘛 他往里吹气 吹完之后他不就玻璃出一个嘛 他在装那种小圆的那种蛋糕啊 把人吓坏了 被人露下来了 然后大家都看到了觉得很惊讶啊 这边也是吃的 你看他这些吃的对吧 这么大量的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这都是什么 什么这是薯片吗不知道 然后这边是面包这边 对吧供应还是挺充足的吧 这面包 应该不用担心他的供应量不足是吧 对吧 迅速的把这个货就补齐了 No added nonsense 没有被加的 不要多说 No added nonsense 是废话少说是意思吧 废话少说哪两个 这是面包的厂家促销的这种方式吧 配一个袋然后让他拿两个 他这个面包写的是多少钱一包 不知道 他把两个事先包在一起了 事先包在一起溜 然后有的老美呢 有的老美呢 哇这个走路比较有风采啊 然后这个老美是用那个头巾 挡着这个鼻子啊 用头巾当口罩啊 他估计买不到口罩的 用一个纱巾当口罩啊 这也是个办法啊 成了蒙面人了成了 蒙面侠 是吧 他用这个沙巾 把这个嘴一挡啊 就当口罩了 看他用这个沙巾挡着嘴 看他用这个沙巾挡着嘴 还有人在买衣服啊 华裔面孔的有一多半都戴口罩 华裔面孔的一般都戴口罩 然后美国本土的好像他们这些白人啊 黑人啊 戴口罩比较少 这个帽子是遮阳帽 但是他这个遮阳的效果不太好 不是那种特别大的眼的 遮阳效果其实不是太好 是吧 刚才那老美 哦 这个体格 需要断练身体了 需要断练身体喽 还是希望我不要变成那样的体格吧 是吧 这边 大家的表情也比较淡然啊 对吧 表情也比较淡然 应该也没什么大事的样子啊 应该也不算紧张吧 然后华裔面孔都是有眼镜 都是有那个口罩的 这个老美也戴口罩了 好美 这边是吃得起 吃得起 好了 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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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没什么事这边 然后这边是药房